Hello 大家好 今天视频的主题呢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2018年的年度爱用彩妆 通常我会把防晒霜作为化妆的第一步 或者护肤的最后一步 2018年我最爱的防晒霜就是这款Super GOOP的防晒 它的质地是淡黄色半透明的褶翼状 这款防晒霜涂在脸上是非常舒服的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完全隐形的 也没有其他防晒霜的那种油感 它非常的好推开 在脸上的触感如丝绒一般 皮肤会瞬间变得很细嫩 透明的质地也不会影响底妆的颜色 整体使用起来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这款防晒的成分是比较天然的 非常的温和 对皮肤没有刺激 除了可以抵挡UVA和UVB之外 其中的红枣成分 也可以有效地防御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 我很喜欢使用的这款UNICORN的妆前精华 简直就是干皮的救星 它的质地是粉色的精油质感 但又是以水为基底的 推开之后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的珠光威力 很多人喜欢叫它独角兽的眼泪 当我把它滴在脸上的时候 就完全理解了这个名字的原因 这款妆前精华用量很省 只要四五滴就可以推开全脸 而且它的延展性也非常的好 精华可以被皮肤马上的吸收 让干燥的皮肤变得非常的水润 也为后续的底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自从用了这款妆前精华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卡粉的现象 DHC的这支润唇膏我已经用掉了好几支了 绝对是平价又好用 它的设计不是很粗 刚好可以贴合唇部的宽度 它的膏底看上去是黄色的 实际是无色无味 而且非常的滋润 涂起来会让整个的唇部 看起来晶莹剔透的 NARS的这款遮瑕膏 绝对是我2018年的致爱 它的膏体非常的丝滑软糯 雅光的质地使用起来又觉得很轻薄 最重要的是非常的滋润 因为我的黑眼圈比较重 我会选择比我肤色深一些的颜色 用在粉底之前 这样遮起来会更加的自然 这款遮瑕膏的遮瑕力非常的强 可以很好地把脸上的小瑕疵遮掉 酸是膏体 但因为里面含有透明质酸 可以为肌肤补水 不但不会觉得厚重 反而有一定的保湿力 用起来不会卡粉 即使多涂几层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也是采用了无油的配方 不但不会放大毛孔和细纹 而且里面据说是含有反光威力的 能够有效地遮盖毛孔和皱纹 去打造一种柔胶的效果 总之这款遮瑕膏呢 使用起来非常的舒服 但遮瑕力又很强 苏库的这款粉霜在2018年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也让我打消了粉霜一定会干会厚重的误区 它的质地是很奶油质感的霜状 好像加入了精油一样 看起来就很滋润 我用的这款是旧版 很多人评价它适合油皮或者混油皮 但我是干皮 用起来真心没有觉得干 尤其是在夏天 和自身散发出的油光相融合 妆感会更加的好看 当然这瓶用的差不多了 我也一定会入更保湿的新版来试一试 我之前也有做过一支这款粉霜的实测 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Sigma F80这支粉底刷是非常好用的一支 它的刷毛很密实 虽然是纤维毛 但是完全不会扎脸 特别之处在于刷毛是微微成三角形的 可以在眼下鼻翼两侧 下巴这种死角的地方完全的贴合 会让粉底更加的均匀 当然也不会留下刷子印 所以这支粉底刷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苏库的这款粉霜 我觉得使用粉底刷的妆效是最好的 可以明显看出它的遮瑕力很好 有一种隐形毛孔的效果 即使很深的斑也可以遮个七成 整个妆面散发出微微的光泽感 是一种很自然的奶油肌的感觉 它的粉感适中不假面 而且持妆度也很不错 这款粉霜我自己很喜欢 我觉得它算是粉霜中比较自然的 而且让整个皮肤看起来都很有质感 开望地的这支遮瑕膏 几乎是2018年每次化妆我都会用的一支 它的质地属于比较粘稠的那一类 有一点点厚重 通常这样的遮瑕膏 它的遮盖力都是很强的 我会选择比我肤色浅一些的颜色做二次遮瑕 这样既可以起到提亮的作用 也可以让眼下看起来更加的干净 因为这款遮瑕有一点点粘稠 我比较喜欢用小的美妆弹拍开 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好推开 推开之后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厚重了 也会和皮肤融合的比较好 而且非常的自然 那之前没有遮住的比较深的斑呢 也可以完美的遮住 让我喜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保湿力度也很不错 所以这款遮瑕我会作为粉底之后的二次遮瑕来用 如果你也有黑眼圈的困扰 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2018年下半年 我唯一使用的修容棒就是Fenty Beauty这支 真的是爱不释手 它的包装也是方便又便携 高体质地比较偏干 也是硬硬的 却非常的好上色 轻轻挤下就很显色了 修容棒的设计也可以让你精准的把握涂抹的位置 那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颜色 是带灰色调的棕色 可以和黄皮肤融合的非常自然 膏体是哑光的 用刷子很快就可以晕开 让面部轮廓清晰的同时 不会有两颊脏脏的现象 那这支修容棒是目前为止 我用过最好用 最适合我的修容 底妆完成之后 我会用季凡西的这款四格蜜粉 先做一下局部的定妆 它的粉质非常的细腻 四个颜色也刚好是修正肤色的颜色 混合之后涂在脸上呈现透明的妆感 不会破坏底妆的质感和光色感 同时也有一定提亮的作用 所以我也会用它来做眼部打底 Kate的这支眉笔相信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也绝对是物美价廉的开价彩妆 一边是扁平头的眉笔 另外一边是一支眉粉 那这支眉笔在手上失色的时候不是很显色 画起来也不是很顺畅 但这种无油质感的眉笔画眉毛是很好上手的 在眉毛上也是比较显色的 完全不用担心画出小心眉 它的笔心软硬适中 新手也很容易驾驭 再用眉粉的一头把眉毛中间填好 就可以很简单的画出自己想要的 又很自然的眉毛了 Hourglass每年圣诞节都会出一个这样的彩盘 我这盘还是第一代 但是里面的颜色非常实用 我很喜欢用这块五花肉修容来画鼻影 鼻影会让鼻子看起来更加的立体 也更挺一些 对于我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块颜色很自然 是棕色和裸色的结合 相对来说更贴近肤色一些 会让眼部的三角区呈现很自然的深邃感 也会让妆面看起来很干净 2018年我也入了几个眼影盘 那最喜欢的就是Natasha Dinona的这个日落盘 慢慢用下来你会发现它的配色非常的实用 里面主要就是由雅光色和珠光色组成 像常用的打底色提亮色 大地色系红棕色系棕橘色系统统都有 而且它的粉质非常的细腻 可以看得出它的粉质有一点湿湿的感觉 很滑很糯 这样就避免了非粉的问题 而且每一颗眼影都很大颗 这盘眼影的显色度很高 持久力也很长 所以一定要少亮多次的来上眼影 一旦下手太重就很难擦掉了 今年我更加偏爱橘色系的眼妆 可能这也是我喜欢这一盘的原因吧 我觉得这一盘只要下手轻一些 是很容易画出很好看的漸层的 那今天我就尝试了里面最不实用的明黄色 把它画在眼头和棕色搭配在一起 就有一种明亮的焦糖色的感觉 完全不会觉得突兀也不夸张 那充分证明了这一盘的颜色是很实用的 包括它的珠光色颗粒也很细 闪度是很高级的 一把德心应手的晕软刷 可以让眼妆干净而且自然 Sigma E38这支就很好用 它的刷毛比较松散 毛质也很软 我很喜欢它平头的设计 因为平头的刷毛 可以很小面积的接触眼皮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的 把眼影的边际晕开 但不会破坏颜色的渐层 那这样一个好看的焦糖色的眼妆 就完成了 Shallow Tubery这支眼线笔 真的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它看上去就是一支很普通的铅笔 但是非常非常适合画内眼线 画起来特别的好上色 也很顺滑 我在学化妆时 第一个学到的技巧就是不要留白 所以内眼线是很重要的 这支眼线笔可以很容易的把内眼线充分填满 全天下来完全不会晕装 也很持久 颜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巧克力色 超级的自然 最后再用Kiss Me这种比较细的眼线笔 拉长一下眼尾 是不是觉得画眼线一下就变得简单了呢 那睫毛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直用的都是植村秀这支 因为挺好用的 也没有换过 Kate的这支睫毛打底膏 我已经推荐过很多次了 里面是透明色的 有白色的纤维 这些白色的纤维 可以让睫毛更加的浓密 也可以给睫毛定型 让卷翘度更加持久 2018年IQO这支睫毛膏 强势取代了Kiss Me的地位 它的包装很像一支牙膏 软软的 也不会浪费 那我之前用的是蓝色款 已经空瓶了 这支是运动版防水的 也超级好用 我很怕睫毛膏会晕 IQO的睫毛膏不但不会晕装 而且也不会产生结块 涂起来是有那种很滋润的感觉 根根分明 再也不用担心会涂成苍蝇腿了 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Hourglass的这支 Shampin Flush高光棒 是一支既日常又很高级的高光 它的颜色虽然叫Shampin 但是颜色并不偏黄 是一个很淡雅的金色 但它的膏体呈三角形 可以准确的把握位置 很好上色 完全不会破坏底妆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用手指轻轻拍几下呢 就可以推开 我很喜欢这支高光棒的闪度 它的颗粒感很细腻 不会显毛孔 也不会夸张 非常适合日常的妆容 在微光下也可以呈现出很高级的一个光泽感 腮红的部分和往常不太一样 2018年我最爱的腮红是苏库这款 是一个脏橘色和裸粉色的渐变色 这块腮红的粉压得非常非常的实 粉质也是巨细 里面有一层微微的珠光 很有质感 这个颜色呢 就像一匹黑马 在我众多的粉色系腮红中脱颖而出 属于越用越喜欢的颜色 这种脏橘色非常的显气质 会给人很大气高级的感觉 但又没有距离感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也有一些晒霜妆的感觉 用深色系那边呢 可以扫一下修容的位置 让妆面更加的生动 总之苏库的这块腮红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最后定妆还是用的 寄凡器的这款四格蜜粉 那我会用里面的海绵 旋转式的倒出 再把它搓匀 这款蜜粉非常的清透 具有隐形毛孔的作用 可以让整个的妆面非常的干净 好像有一种磨皮的效果 但又不会改变底妆的光泽感 真的会让整个的妆容 看起来更加的精致 今年我只用了5秒钟 就选好了我2018年 最爱的三支唇膏 第一支就是阿玛尼的一支 非常滋润的唇膏 大红色的包装 看了就让人心情很好 这一支简直是比润唇膏 还要滋润 膏体接触皮肤的时候 好像要融化了一样 超级的水润 那这一支的显色度也很不错 算是这种滋润类唇膏 显色度比较高的了 很特别的就是 无论你反复涂多少层 都不会觉得它很浓艳和厚重 那这一支的颜色 是有一点点带蓝色调的红色 会比较显牙齿白 日常用起来也会觉得 既舒服又有好气色 第二支呢 是我近期大爱的一支 雾面哑光唇膏 金色的包装很有质感 里面的膏体 也有一种柔雾的感觉 它虽然是雾面的唇膏 但涂起来却很顺滑 完全不会卡 也不会觉得干 我非常喜欢这支唇膏 和嘴唇的触感 好像有小的颗粒在摩擦一样 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它的显色度很高 遮盖力也比较强 又有一定的保湿力度 算是雅光唇膏里面不干的 也不太显唇纹 那这一支的颜色 是介于玫瑰色和梅字色之间 没有梅字色那么紫 所以不会太挑肤色 日常用起来会觉得很显气质 又不会给人距离感 第三支就是 大神级彩妆师 Pemirgras的这支 配金配色的外壳上有一个小嘴唇 我很喜欢 唇膏的质感也是好的 没话说 这支唇膏也是哑光质地的 颜色非常的浓郁 因为这支唇膏的显色度实在太高了 所以我只能用点涂的方式才比较自然 只要点几下就已经很上色了 那这支唇膏的遮盖力也是超强 颜色的饱和度又很高 持久力也很长 即使吃过饭也不会掉 我喜欢这支颜色不算是热门色号 是有一些偏粉色调的大红色 会比较减零一些 但又非常有气场 任何正式的场合 我觉得都可以hold住全场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2018年的年度爱用彩妆 之后也会有年度爱用护肤和包包的总结 这次我也采用了新的拍摄方式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那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和点赞 想调解我更多的穿搭以及生活呢 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